简单的三极管放大器电路有以下几个特点 分压器编制 电阻R1与热敏电阻R2构成的分压器 让三极管的B级始终在某一电瓶上 这个电瓶保证了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 而不是在饱和或截止状态 这是实现放大器的基础 E级电阻RE 电阻RE连接在三极管的E级上 可以控制放大器的增益 C级电阻RC C级上的电阻RC并不是负载 而是起到控制增益和实现阻抗匹配的作用 负载则是由放大器的输出信号VOUT来承担 注意以上三点 可以让我们瞬间就能区分三极管开关 和三极管放大器的电路 同时也提醒大家注意 三极管开关利用三极管工作在饱和或截止状态 而放大器利用的是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 它们的电路结构有本质的区别 继续 感谢观看